所以说这神经性皮炎啊 有些时候就跟那癞蛤蟆跳脚背一样 它有些时候 好像对你的生命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它不咬人 它烦人啊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心这里边来讲呢 就是因为它跟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跟心主神明的这个功能有关系 另外心还有主血的功能 心主持着血液在身体当中运行 如果心出现了功能上的变化 也就是说心的功能受到影响 造成了紊乱了 它就可以出现焦虑不安 思虑过度 这些问题 睡不好觉 那么这些问题 它表现在我们的身体上呢 心脉应该是滑硕的 硕就是快的 它的舌尖应该是红的 那么这种情况还有小变发黄的一些症状 我们把它叫做心火上炎了 因为心主神明如果 如果这个人心平气和的 它这些病就不容易发生 那什么样的人好发这种病呢 它有这种大流的问题吗 那就是容易冲动 容易失眠 睡不好觉 焦虑不安 压力过大 压力过大 或者是长期疲惫的人 对 那这不是现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吗 那小朋友会得这种病吗 唯独 不能考虑 小孩不能考虑这个病 这个病只发生在 成年人身上 少年不知愁滋味 所以他们不会得神经性皮炎 好 那如果我们得了神经性皮炎的话 我们该什么治疗它呢 就是说神经性皮炎 那应该到医院去 有一个明确的诊断 它诊断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特点 它的舌尖是红的 小便是黄的 它睡不好觉 入睡很困难 一般来说呢 我们治这个神经性皮炎呢 都是从清心火招手 比如说明显着有心火上炎的 那么我们要清心火 清心泄火 像紫丁茶 用莲子心泡茶 还有柚子 这都有清心火的作用 那如果不是这种心火上炎 有的人他表现为 因为心还煮血 他表现为心血不足 心血不足呢 他可以又可以吃棉呢 还有些这些症状 这些情况呢 如果心血不足的人 如果我们确实诊断清楚 至于血须 心血须 你像桂园呢 义枝啊 大枣啊 狗齐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尝试的 是的 如果心气不足 我们诊断心气须 这种情况 那么也可以喊点西洋参 这都可以 有些时候人为什么心寒 满意乱啊 就对很多事不满足 所以我觉得您吃点苦的东西 就觉得生活还不错 除了我们在治疗上之外呢 我们要关照病人 一个是要心情 心上愈 那么你如果有一个不规律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晚上熬夜啊 两三点钟才睡啊 早晨不起啊 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方式要调整过来 情绪上要放松 要尽量的让自己宽松 尽量的放松 当然这个很难做到 第二呢 要注意饮食调整 也就是说 病人经常问我 您看我记点什么 对 这个病就要记心了 酒 辣椒 酒 还有一些什么呢 鱼虾蟹这些海鲜类的东西 为什么 吃这些东西 容易火上浇油 本来一小块 吃完这药 痒得更厉害 我们就说所谓的发物 对不对 其实治疗的这个方式呢 有放松紧张的情绪 调节饮食 这个减少刺激 是不是 所说是要穿衣服上面 我说的减少刺激啊 我觉得应该主要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 有些人不了解这个病的特点 那么我 长了一块皮炎 我解气 怎么办 使劲 抓破了为止 不抓破 我觉得不解气 不这样我才解 不解 这叫机械性的刺激 机械性 不要 第二 不要做什么呢 不要用热水烫 有人说我这个病 我拿热水一烫 烫完了 舒服 睡觉了 实际上 长期下去 越弄越 所以放松 紧张心情 减少刺激 调节一个饮食 饮食清淡一些 不要过于刺激 这样 我们再加上 中药的治疗 慢慢慢慢 能够调整 健康道提示您 神经性皮炎 由心火上沿引起 多发于压力过大 过度劳累者 客户用莲子新茶 用此等带有苦味的食物 日常注意休息 调节情绪 少吃辛辣辛发的食物 避免对患处的刺激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